辅助的一天从米粉店的喧嚣开始 他是吴亮星 在十多年前开始小吴的时候 就和妻子经营着这家米粉店 一直以来生意很少冷场 秘密就在于餐馆里的招牌 临川牛杂粉 对辅州本地人来讲 一碗牛杂粉是更古不变的美味 也代表了他们对生活的一种基本态度 粉的筋道夹杂着牛杂的鲜辣脆爽 一口牛骨汤更是锦上添花 这样的美味在辅州的寻常小店 隐藏着最地道的做法 牛肚 制作宁川牛杂粉最关键的原料 出乎意料的美味 将牛肚皮洗净下锅 用中火煮至八成熟 捞起 切成大小均匀的长条 这些在妻子的手中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毕 下锅 加入米料 辣椒 再次炖煮 酒煮不赖 是辅州米粉的特点优势 但无量星仍十分注意时间和火候的把控 米粉煮至出锅 一勺高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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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入备好的牛肚 三者完美组合 素雅的外观 却有着爽润劲爆的极致口感 今天 无量星和妻子像往常一样 早早来到店里开始忙活 提前备好制作牛杂粉所需的食材配料 因为这样才能自如招待熄来攘往的顾客 烹制前的食材准备工作十分繁杂 这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 丈夫调制配料 妻子制作牛杂 每一次的精心筹备 离不开二人的默契配合 直到现在 夫妻俩一直坚持延续着 临川牛杂粉的传统做法 对待这份美食 这是他们的态度 他们的小店 也因此从狭小的老店 开成了宽敞的新店 十多年的起早贪黑 辛勤劳苦 除了勤劳的丈夫 贤惠的妻子 相濡以沫的 还有陪伴了一路的家乡美味 而明天 夫妻二人仍将带着这份美味 开门迎客